正式的定義為叫做基層製造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在自我介紹的時候我有提到 就是這個,它這時候還正式定義叫做基層製造 就是到2009年才正式定義 那到2011年那時候就開始大家吵說 3D列印好厲害好強喔 就是從2011年開始 所以這三個名詞其實講的都是同一件事 就叫做3D列印 那3D列印就是從歐巴馬 大家應該知道歐巴馬那時候砸了10億美金 再來為了提升那個美國 就是想要讓製造業回去美國 因為中國大陸搶了很多美國的訂單嘛 然後也是平常就搶了很多那種 比方製造都在中國大陸 那變成美國內需就會很 就是工作率整個會下降 職業率會提高 因為工作職業就變少了嘛 因為製造都在中國 所以美國為了想要提高它的就業率 所以就是開發就想說 3D列印可以自己在美國本土就可以做製造工作 所以在2011年那時候 就是歐巴馬就投11在3D列印裡面 那還有台灣目前最紅的 聽到最紅的就是郭台銘嘛 跟郭智耀導的解 也是大概2012年那時候有提到的 然後再來第三次工業革命 就是3D列印會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嘛 我們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看 就是第一次是因為我生氣器的發明 所以將人工變成用機械來組織取代 就等於是機械化之後 那第二次工業革命是我們這樣導入生產線 就是等於是可以大量的製造 就是讓產值能夠一直很多 就是產品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但是造了第三次呢 跟第二次有什麼不一樣 最不一樣的就是它能夠將它數位化與社群化 那其實這個名字其實就是說 我能將這個東西丟到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買 那社群化就是因為每個社群 它所要的需求都不一樣 可能有人喜歡 欸印出來可能是動漫公仔 那有些人想要 欸來搞破壞要印槍 就每一種社群其實它想要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它就是有 有著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訴求 然後才打到3D列印 它能夠將 整個以前的這種量產規模推翻 因為它能夠客製化 主要就是它能夠客製化 就是你想要印什麼它就能幫你印什麼 就是一般媒體 大家跟一般人在宣傳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3D列印感覺無所不能 等一下 我怕講太久 然後就是 傳統的製造業跟3D列印的部分 就是 這一張很關鍵 反正就是 這張就是要大家看清楚 就是一般的3D列印跟傳統的製造業差在哪裡 我先講傳統製造業好了 傳統製造業比如像我手機是HTD New One 那New One大家都知道是 金屬的殼 那我為什麼要提這個 就是因為 假設我現在要做一個金屬的殼 那它就是需要將一個很大的金屬 慢慢的 將它去改變外型 比如像柴啊 切啊 不然就沖壓嘛 然後沖壓完之後 因為 有相機的洞 所以洞的話就去轉孔 將相機的洞鑽出來 相機鏡頭來放進去 反正簡而言之 就是它需要將一個很大的金屬 慢慢磨啊 然後慢慢改 將它外型整個打造出來 變成你的手機的殼 所以這樣的話是剪法製造 因為我們將一個很大的東西 慢慢剪慢慢剪 剪到你要的手機殼 這樣是剪法製造 但是3D列印剛好是相反的 它是將你想要印什麼 就是能夠印什麼 所以你可以將你想要 就是3D繪圖 就是3D設計過的東西 將它丟到電腦裡面 那電腦裡面 它會自己幫你算 要怎麼樣印 要怎麼樣印 那印完之後就是你的成品 所以它不會像剛剛我講 它會浪費材料 就是因為 剪法製造的話 它是會浪費很多材料 那加法製造的話是不會的 就是你想印什麼 就加上去加上去加上去 一層一層印 然後我這邊就是很 很簡單 就是介紹一下什麼 叫基層製造 就是剛剛講那麼久 其實這一張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告訴三 三個方向 就是用電腦設計3D的model 就是我們用電腦繪圖 我相信設計師應該就知道 對不對 電腦就是可以設計3D的繪圖 我們就是將它3D繪圖 繪出來之後 我們丟到電腦裡面 做電腦的切層 我們將它 將這個立體的東西 這樣一層一層這樣切 那像剛剛 大家應該有拿到那個 3D列印的東西 應該有 摸起來應該有感覺 就是一層一層的感覺 那就是切層過後的 就是會 因為就有經過切層 所以它還摸起來一層一層 那最後我們就是 將它丟到印表機裡面 列印 所以它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畫3D圖 第二個步驟是切層 第三個步驟就是列印 就這麼簡單 其實3D列印沒有很複雜 其實就三個步驟而已 就是畫3D圖 然後電腦去切層 然後再列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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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3D電腦服務設計 其實它裡面就很多軟體 比方 PoE Ryno AutoCare 然後 Saluos 反正很多套軟體 如果有興趣想學這塊也可以找我 就是3D電腦服務會圖設計 這塊我也會 再來就是丟到電腦裡面 它會經過切層 切層的話就是 你買這台3D表機 它會給你專用的軟體 它會幫你切層 一層一層的效果 它這就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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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層完之後的產品慢慢一層一層的這樣疊起來 就是逐層的 為什麼叫基層 就是一層一層 逐層的列印出來 我剛剛比方 我現在疊完第一層之後 我現在再印第二層 然後第二層印完之後再印第三層 就等於是慢慢慢慢慢慢堆疊起來 有點像蓋金字塔的感覺 就是一層蓋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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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字塔外觀也是這樣一層一層的感覺 其實就跟這個很像 那再來我現在要提的是基層製造 其實就是3D電腦的意思 那是我比較學術性的講法 就是基層製造它的優點就是有 第一個就是客製化 因為比如像我今天想要印手槍 那不然的話印什麼 就是印公仔 那這就是客製化的意思 就是你想要什麼 它能夠把你要印的東西印出來 而且能夠改變外型 比如像我今天想要公仔 可能要可愛一點的 要女僕風的啊 或者什麼樣 這就是客製化 你可以印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現在因為都大量製造 大家比較沒有選擇性可以用 所以這是3D電腦的優勢 那再來的話是零庫存 像Seven大家應該都知道 東西都是放在架上等你去買嘛 對不對 然後但是這3D電腦不一樣 它是說你想要買什麼 我幫你印 印完再賣給你 這是概念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不會有所謂庫存的問題 因為Seven都會 比方便當隔夜賣不完 可能晚上12點就要把它吃掉 但是3D電腦不會 就是客戶想要什麼 我當場印給你 那你當場就可以拿了 然後也不會有庫存 這庫存壓力都不會有 就是零庫存 零庫存的壓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可以立即生產 就是我今天設計完之後 我只要丟到機器裡面 它就可以生產製造了 然後它就是能夠很即時的做生產 不會說還要排隊 要等訂單之類的 就是不會 然後再來的話 創意不受限 就是你想要印什麼都能夠印 就是能夠把它印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就是能夠銷售到全世界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它能夠用電腦把檔案做出來 所以它能夠將那個檔案上傳至網路 那你網路可能 欸美國人看到你這個檔案不錯 想要跟你買 就是可以透過一個平台 就跟你買你的檔案 買你的設計圖 所以它能夠 所以它總共有 大概這五大類優點 就是能夠客製化 零庫存 然後立即生產 然後創意不受限 然後將設計行銷 就是將設計的圖銷售至全世界 大概有這幾個優點 好 然後再來的話 當然有優點就一定有缺點嘛 首先第一點是材質受限 材質受限就我剛剛講的 目前比較平價的 十萬塊以下 其實大概只有兩種材料 一種是ABS 一種是PLA 就只有這兩種塑膠材料 比較平價 就機台是十萬塊以下的 比較平價大概是這兩種材料 那我剛剛有講過有金屬的啊 那其實食品的也有 但是這種機器的話就是比較不普及 是為什麼 因為價格很貴 一般不會買 花兩千多萬買這種機器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嗯 價格太高了 一般也買不起 所以只買得起平價的 那再來第二點是 列印的產品品質差的話 就主要是我剛剛講的 大家摸起來那種 應該有那種一層一層的感覺 那如果是像我 這一種的話 這一種會像這種彈簧的 他摸起來比較不會有一層一層的感覺 那是因為他的機器 就是用兩千多萬在印的 所以他的品質會比較好 那一般人就是 接觸的是品質較差的機器 然後再來第三點的話 3D設計困難 因為一般人 除非是學設計或學工科的 才會接觸到3D軟體 所以一般人買回家 買機器買回家也不知道幹嘛 所以就是3D設計困難 那最後一點的話就是 3D印表機目前的維修級 校正不易 因為3D印表機目前還不普及 然後你要叫工程師來修 要等很久 然後要校正不易 校正不易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張圖 大家就知道什麼叫校正不易 就是你要因為那個平台 如果不平的話 就硬起來就會歪掉 所以 目前的話就有 這四大優點 對四大缺點 就是有材質受限 那列印的產品品質很差 那3D的設計困難 然後以及印表機目前維修級 校正不易 這樣子 這四大缺點 那會說校正不易 就這樣 這叫我們的 那種 我們會叫這叫印泡麵 大家看起來這就是 印不好了 就叫印泡麵 然後3D印表機它就是從這裡 加熱 這裡有一個噴嘴 然後塑料就從這裡慢慢擠 這裡會加熱 然後這樣擠出來 那擠出來的時候 就是能夠一層一層堆疊 但是這個就是因為 平台校正失敗 所以才會 印得像泡麵一樣 非常 這就是失敗品 然後這個人的頭像 也是失敗品 它整個就是頭都歪掉了 就是因為平台校正不是很好 所以這個校正很麻煩 一般人校正會 就會覺得很麻煩 不會想去校正 然後再來 基層製造 能夠運用範圍其實很多 有休閒 交通 服裝 軍事 醫療 住宅 食品等等 那我下面會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這個腳踏車 它就是用3D電印印出來 它是用金屬跟尼龍料印出來的 那這個尼龍料其實也是一種塑膠材料 那它這樣印出來 然後而且它這邊有寫 重量減輕了65% 那還減少了10%的耗材 就等於是它很能夠節省材料 那再來建築業 這其實是未來的一個展望 就是想說 將這台3D錶機放到外太空 那如果以後想要移民啊 移民到外太空 直接叫機器直接印出房子來就可以了 這是真的真的 然後再來是生意的應用 像那個有些人就是腳可能殘廢了 但是他們需要一支 但一支目前的話都是 大家都長一模一樣 那未來也可以客製化一支 想要什麼樣精美的圖案都能夠用在上面 那再來是服飾業的應用 就是比如像這是第一套的3D電印衣服 那它就是整個能夠用3D電印 將你想要穿什麼衣服都印出來 這是非常客製化的部分 那這個最後一個這個食品頁 其實這很特別 它是以白糖為主 就是大家看到這張圖 它其實是用白糖印出來的 它是用白糖3D印表機把它印出來 成這個造型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那最後一張 這張圖其實主要是 其實基層製造它有七大分類 然後我現在紅色框起來的 可以讓大家來猜猜看 就是我剛剛有拿這些樣品 大家可以來猜猜看 它是什麼製造出來 因為其實我剛剛都有講過 像這個它是利用塑膠料 那其實大家可以猜猜看 這三個 就是我紅色框起來 就是今天會問的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 三個其中一個 這個 就是它的製程是哪一種 就是用BJ的還是NB的還是SL 就是大家可以猜猜看 那下面有寫材料 那這個是塑膠料 所以基本上應該不會猜BJ 那應該只會猜NB跟SL 有沒有 舉手舉手舉手 快舉手 對沒錯 這個是SL 就是它是利用雷 其實我剛剛有介紹過 其實這是利用雷射燒解做出來的 那這種SL機器其實就是還滿貴的 大概一台都要一千多萬以上 對那大家其實可以準備猜一下 我等一下問什麼 因為還滿好猜的 耳機塞 那一樣 那個一樣是3D列印印出來的 然後再來想問大家 這個 這隻 這隻 可能西洋棋 它是利用什麼技術印出來 因為剛剛SL已經被拆完了嘛 所以只要NB跟BJ可以拆了 就是 它上面有寫中文嗎 它還滿好 材料幾字 好 BJ齁 不是 它是NB 沒有 因為這是PLA做的 好 失敗 好沒關係 等一下我會安慰講 好再來 然後再來 好最後一個最後一個 因為只要一個答案 現在就比舉手輸的喔 最後一個 這個是用陶瓷做的 BJBJ 對對對 好OK 好沒錯 沒有 因為我其實上面都有寫中文 大家可以大概看一下 好 然後再來就是結語 我覺得就是 產品跟食品 說不定未來都可以在家自己列印 然後以後 說不定可以自己自主 就是你想要吃什麼 就在家自己印 想要什麼樣的產品 在家自己印 印出來就可以用了 就不用在外面買了 然後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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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最後關鍵就是 對 問一下就是第一題 就是3D列印是 哪種製造方式 對沒錯 好等一下 禮物都等一下給好了 然後再來第二題 第二題 好沒錯 欸等一下按錯 然後對加法製造 好第二題第二題 3D列印有生產流程有三個步驟 我剛剛一直強調三個 有三個 有三個 欸好 四圖然後分層然後列印 喔對沒錯漂亮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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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3D圖 如果想學3D圖也可以問我 好然後再來再來第三題 3D列印優點 舉兩個就可以了 舉手舉手 3D列印優點 好 我也林庫存 好再一個 再一個 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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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絕對飯之後沒錯 好等一下給你 好OK沒錯 好這我剛剛有客製化 其實最重要其實是客製化 因為可以因你想要自己的東西 對 好再來第四點 第四點 缺點 有點就有缺點嘛 缺點要舉兩個 有缺點缺點有沒有 不要回答缺點 先給 有沒有 有缺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好好 你有拿過嗎 你有拿過嗎 有不要 你有拿過 厚實成本 厚實成本 對算 好OKOK算 好等一下給你 沒錯 他其實最主要就是材料會受限 然後現在維修跟校正不易 然後最後一題的話就是 3 應用應用應用 好 健康醫療不適食品 哇太用功了 太用功了 太用功了 好 沒問題 等一下給 OKOK 好 OKOK 好最後一題 我叫什麼名字 哈哈哈哈 最後一題 上面有這個 蛤 不要 趕快舉手 不要 最後一題 我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好 對 答對 今天就謝謝大家 我叫妳說 我叫什麼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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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會有關心 你來對 這跟龍